一口一个姑妈 一口一个妈 你改的还真是快 翻脸就不认人了 我不翻脸 也不认 接上集 童春树给童话表演五体头 你别他一身毛病赖在我身上 我是他姐 不是他妈 我不是这个意思 童春树猛地从地上站了起来 羞辱至极地转头就走到童春景身边 看都不想看童话的脸色 他肯定是一脸的嘲笑 表姑婆的事情说清楚了 舅妈呢 舅妈好好的为什么要砸了我家 为什么还要打我妈 把我妈打得浑身是伤 你们母子俩还真不愧是母子俩 想法都差不多 童春树恶狠狠地瞪着他 他说的什么鬼话 你妈说我过季出去 全是因为他 说我过季出去也别想逃得过他的手掌心 还骂了我不少话 我没有自己骂自己的习惯 就不一一复述了 姑妈是什么德性 你们当儿子的心里有数 他不但骂我 还想打我 我妈砸了你们家 打你妈 是给我出气呢 童话说得很骄傲 很高兴 眼里闪闪发光 一口一个姑妈 一口一个妈 你改的还真是快 翻脸就不认人了 我不翻脸 也不认 如果不是你回去告证 舅妈也不会去找妈的麻烦 别人骂我打我 我为什么不能回去告证 你不是经常让你妈来教训我 现在我也有妈了 有人给我出气了 我很高兴 高兴得不得了 你别忘了他才是你亲妈 童话神色淡漠 一抹隐约的 亲历的笑意浮现在唇边 对我好的人 才是我亲人 对我不好 恨不得我去死的人 我一样也会想让他去死 童春树抓着童春景 暗哥 你听听 他说的话还是人话吗 够了 这是你不要管了 我不管 你没听到麻在电话里哭得多么伤心吗 妈骂童话 舅妈才会去给他出气的 那也是他亲骂 怎么就不能骂了 骂了也是他该骂 舅妈凭什么砸了我家 打我吗 屋子是舅妈砸的 人也是舅妈打的 你有本事去找舅妈说理去 去找舅舅说理 童春树一拳头打上去 童老二 你就是混蛋 你把他当妹妹 人家可没把你当哥 童春景还手了 用不着你管 两人打了起来 程小宇出来看热闹 傻蛋还打骂 童春树恼羞成怒 你在叫我傻蛋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程卫国从屋里出来 站在程小宇的身后 童春树的声音也戛然而止 程小宇撇嘴 这傻蛋真是混蛋 他多次看到傻蛋对孔妮学好的不得了 傻蛋和童姐是亲姐 对童姐又是什么态度 方才要不是傻蛋兄弟打起来 他都要大耳光抽他了 孔琳郎一直在屋里 听完了童家兄弟和童话的全部对话 以前知道归知道 亲眼看见 切实感受到王芳对童话的态度 童家人对童话的态度 还是让孔琳郎又生气 心里暗暗决定不能对孔蜜雪心 童家两兄弟是到第二天 才从村里人口中知道孔蜜雪 他妈跟着童话一块来乡下了 童春景还没什么反应 童春树已经去找人了 童话今天去公社去找故事了 只留孔琳郎在家 孔姨 你来了乡下 怎么都不去知青点找我 是不是童话没有告诉你雪儿不在大队 雪儿现在在深厂工作 你要见雪儿 得去深厂 童春树见了孔琳郎就埋怨童话做事不行 孔琳郎心里当然不高兴 我知道他在深厂 换话告诉我 那你怎么不去深厂找雪儿 孔琳郎听他一口一个雪 神色有些古怪 他比你大 你应该喊他起 童春树脸色尴尬 雪儿姐姐在乡下吃了许多苦 心知青下乡又没机会回去探亲 年来了他肯定非常高兴 他如果不胡了 就不用吃这份苦头 童春树没把孔琳郎的冷淡放在心上 若是他不在乎雪 就不会大老远的从京都来看望雪儿 童春树也有些想雪儿了 正好眼前就有这个借口让他请假 孔怡 我请个假陪你去深厂看雪儿姐姐吧 孔明郎听童话说过 童家两兄弟都对孔蜜雪有男女心 有这个想法打底 童春树说什么 他都有些想外 不用 不用你 幻化也要去深厂 我和他一起去就行 孔怡 你不在乡下 你不知道 童话因为顾金月的原因 和雪儿闹得很僵 幻化是你姐姐 你就这么直呼其名 童春树觉得这人真是很乏 多管闲事 叫不叫姐姐 跟他有什么关系 真是狗抓耗子 多管闲事 我们年纪差不多 都习惯直接叫名字了 孔铃郎沉着脸说 别说比你大两岁 就是比你大两天 他也是你姐 童春树一阵无语 真是好烦的人 若不是他是孔蜜雪的妈妈 他都懒得理他 我姐和雪儿姐关系不好 她要是说了雪儿姐什么不好的话 宁可千万别误会 你姐姐就算比你大两岁 你也算是她带大的 你不会走路的时候 我不是应该的 人要有感恩之心 就算没有感恩之心 多少也会有情分吧 童春树皱眉 孔仪 是不是童话跟你说我什么坏话了 这人怎么老是告状 真是告状惊 你们兄弟昨天去找童话 我就在屋里 所说的是童春树可不觉得自己有错 但孔铃郎不这么觉得 你妈和你表姑婆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找画画的麻烦 你妈和你舅妈的问题 你为什么要来指责画画 你不光骂画画 你还想打她 孔铃郎没说完 实在没忍住眼泪掉出来 声音也哽咽了起来 你小时候吃饭都是画画喂的 你尿裤子拉裤子都是画画给你收拾的 如果不是画画照顾你 你小时候连自己的屎都要吃不少 这都多少年前的事了 你还拿出来说干什么 孔铃郎心里更冷了 这孩子是真没良心 别人没资格骂他打他 作为被他从小带大的人 你就更没有资格了 童春树脸色又红又白 半上都说不出话了 你走吧 我和画画一起去伸场 童春树心匆匆的过来 跟被打的野狗似的 搭了的脑袋 捏了巴基地回去了 京都 顾家人连续等顾思等了好几天 开始顾家人还觉得要狠狠地 给顾思一个教训 要他低头道歉 他们才会原谅他 直到第五天 顾老爷子沉不住气了 提点顾府去找顾思 顾府不愿意去 虽说弟弟比他出息 但他是长子 是兄长 怎么能跟顾思低头 低了一次头 他这个当大哥的以后 在顾思面前还有微信吗 第六天 顾老爷子命令顾夫 去把顾思带回来